第四百七十集 药材店而去 虽然大部分店面都因为夜市天风波关闭了 但是药材店显然还是开着 毕竟夜市天在广场一站太多人受伤了 这无疑是药店生意最好的时候 药店的负责人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罢不得夜市天多来几次 进入药店之中 夜晨直接向着最中央的一个老者走去 他直接将那张写满药材的丹方拿了出来 你好 给我准备这些药材 好嘞 老者接过丹方刚打算抓药 当看到上面的内容身躯恍如实话 他从未见过有人要这么多的药材 这是要做什么呢 连丹也不可能啊 老者饶有趣味的看了一眼夜晨好奇道 这位先生 你确定没弄错吧 上面的药材超过百种 有些更是罕见的药材 店里也不一定有 是不是超错了 夜晨眸子一缩 摇摇头道 没有超错 我最近正在研究药材 失败了好多次 这次打算多买一些 省得老往这里跑 你们这儿有多少就抓多少吧 老者又是看了一眼夜晨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对方有些古怪 但是这种感觉又说不上来 不再多想 他转身向着后院而去 先生稍等 不多时 老者便是敲响了后院的一扇大门 小姐 是我 我有钥匙禀报 进来 一道清冷的声音突然响起 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大门突然打开 屋内溢出浓郁的药箱 老者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只见屋内极其简单 一尊丹顶和一个少女 少女面容秀丽 身材火爆 上身穿着一件黑色背心 或许是因为练丹太久 身上沾着一些香汗 柔顺的长发 用一根粉红色丝带绑住 周身仿佛飘荡了一丝仙气 非尘世中人 肌肤圣血 让人不敢直视 秋老 药房出什么事了 女子睁开眼眸 手心一震 一颗丹药悬浮在她的手心 品阶极高 竟然是无限接近七品的丹药 甚至超过了红涛 谁也想不到杀戮之地 唯一一座药房背后 竟然有着一位 如此年轻的顶级单身 秋老显然是不敢正眼看女子 测身道 小姐 你让我留意 所有购买特殊药材的人 今日确实来了一个 女子站起身 顺手拿起旁边一块毛巾 擦了擦香汗 好奇道 哪里古怪 秋老侧着步子 将夜尘给她的单方递了过去 小姐请看 外面有一个很年轻的男人 想要购买一百多种药材 药房一年之内都没有碰见过这么大的一笔订单了 哦 女子纤细地手指一握 单方就出现在了她的手心 购买如此多的药材 要么就是炼制罕见的单药 要么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废物 她那漂亮的毛子 扫了一眼单方上的内容 不屑的笑容突然僵硬 朽眉一贫 仿佛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这是 这怎么有点像上古时代的方子 只可惜只写明了药材 却没有写具体 关键 什么样的人需要这种药方 这里面每一个药材都相互冲突 可一旦混合炼制 全部抵消 这种手段 一般人绝对不可能拥有 要么对方是顶级单师 要么 这家伙背后的人 是顶级单师 女子显然被单方震惊到了 那小姐 还需不需要把药材给此人呢 秋老问道 女子嘴角勾勒出一抹兴趣的糊涂 这种人 我还想见见 为什么不给 吩咐下去 给此人药房最好的药材 有几样药方没有的 愿从我的单方中去取 秋老听到这句话 显然表情有些诧异 小姐背后可是站着单须塔 三年的时间 更是毅然离开家族于此地 以心炼丹 哪怕洪涛的威名 想撤杀戮之地 小姐也是不争不抢 仿佛对世间的一切极其不屑 唯独热衷内心的单道世界 而眼前 小姐竟然要把她单房 一些重要的药材拿出来 疯了不成 还不快去 等一切准备好 直接交给我 少女又吩咐道 是 小姐 秋老不再多想 直接下去了 足足十分钟之后 秋老才来到少女面前 小心翼翼地递出一块储物玉佩 小姐 东西都在里面 一样不少 好 女子五指一握 储物玉佩直接落于她的手心 随后她便向着药房而去 而此刻的夜晨 却是在休息区 耐心等待着 如果这里凑不齐的 便只能去洪涛的地方看看了 如果真凑不齐全部 那便麻烦了 这位先生 这可是您的单方 一道甜美的声音瞬间响彻 一扫刚才女子在后院的清冷 夜晨抬起头 便看见迎面一个性感少女走来 关键少女只穿了一件黑色背心 火爆的身材显露无遗 线条质感和波涛汹涌都恰到好处 你是 夜晨收回了目光开口道 少女巧笑倩息 递出手中的单方 先生 我叫洛瑶 算是这间药房的主人 初次见面 很是幸运 夜晨将单方拿了回来 不知洛瑶是不是故意的 身子微微倾斜 同时指尖更是在夜晨 手心划过 波动心弦 夜晨 夜晨也是开口道 洛瑶点点头 嗯 好名字呢 对了 还有这储物玉佩 里面便是夜先生需要的药材 全部齐全 夜晨顿时疑惑了 刚才那老者明明说药方的药材缺少 为什么又突然齐全了呢 他扫过玉佩 扫了一眼 发现不光齐全 大部分药材的品阶都是极其之高 他可不认为天下有免费的午餐 洛瑶小姐 不知道这些药材什么价格 毕竟是交易 夜晨大不了多给一些零食 奇料那洛瑶确实摇了摇头笑道 夜先生 小女子也爱好炼丹 这些药方就当是送给夜先生的 交个朋友呢 而后他露出一抹笑容道 不过 小女子心中有一道疑惑 夜先生是打算炼制什么样的丹药 这么多药材又如何保证丹顶不紊乱呢 当然 如果夜先生不方便说 小女子也不为难 夜晨听到这些话语 瞬间严肃了起来 这个洛瑶不知来历 他自然不会说出单方的任何内容 他直接取出一些品阶极其之高的零食 放在桌子上 我夜晨不喜欢守别人的恩惠 这些零食应该足够了 当然 洛瑶小姐这个朋友 我自然愿意交 就这样 告辞 说完 夜晨直接离开 洛瑶自然没有追出去 灵动的眼睛闪烁出一丝兴趣 秋老走了过来 看着夜晨的背影开口道 小姐 就放这小子离开嘛 还有 小姐是怎么知道 脸单的就是这小子 洛瑶双手抱胸 这小子身上有着浓重的丹气 我一伤都在练丹 自然能够感觉得出 而且 如果我没有感应错的话 这小子练丹水平在我之上 甚至他可能曾经练着出上股丹药 此话一出 秋老脸色大变 自己家小姐可是单须她的天才少女 就算在杀戮之地 她的丹道也远远高于不可一世的洪涛 关键小姐在丹道上无比高傲 她跟着小姐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见小姐承认别人比自己强广 但是这一刻 小姐却是无比的肯定的说出这句话 那小子到底是什么人物 洛瑶松开手 又对秋老吩咐道 秋老 想办法调查出这青年的来历 还有 你亲自跟着这小子 记住 保持绝对的距离 不要靠近 更不要得罪 这小子 对我们家族来说 极其重要 是 小姐 很快 秋老被化作一道残影 消失不见了 整个药房只剩下洛瑶一人 他眸子微眯 看着黑夜 淡淡道 夜晨 有意思 杀戮之地 今日却是被我见到了两位 顶级丹士的潜力之雪 一个夜市天 一个夜晨 嗯 居然都姓夜 莫非 有什么关联不成 既然两个都被我盯上了 那夜市天 我肯定是没有资格争取了 这夜晨 倒是一个契机 夜晨离开了药房 去了一趟洪涛的府邸 此刻灯火通明 反须竟强者来来往往 显然还在搜寻什么证据 夜晨眸子微眯 直接来到一处偏僻的后门 这里只有几人守护 因为是后门 很少有人经过 站住 几柄长枪直接射了出来 落在夜晨身前 闲杂人等 不得靠近 滚 冰冷的威胁之声 直接落下 夜晨却是一动不动 他临时释放开来 周围的风吹草动清晰 怎么还不滚 一个洪涛的手下有些恼怒 毕竟洪涛出世 他们的未来也是堪忧 就看杀主会不会继续接纳他们了 他也不管夜晨是什么目的 直接用长枪向着夜晨的心脏刺去 一旦穿透 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快要刺入夜晨身躯的刹那 夜晨无奈地摇摇头 两指伸出宛如钳子一般 死死地夹住了进气四溢的长枪 纹丝不动 给你们一个机会 你们若自己打婚自己 我便不杀你们